前面我们说到农民在自己的菜园子里挖 挖了之后 送给这些 卖给这些毒素人 这是非正式的 清朝的国运也不济 这个时候国家江河日下 瓜分豆婆 随时有可能灭亡 所以学术也就属于停顿状态 但是挖掘还是在进行 这个村是在小村村在明末的时候 万历四年开始有这个名城在环水边上 这个地名我们今天知道 它就是古代很早去这个商朝的都城 我们叫曹哥 这个地点是非常著名的 在史经里记载 旁根千英之后 至此273年更不喜都 此后没有再前途 那么我们看到居住在这里的国军 延续了很多代 这里面有庞根 有小新 有小乙 有著名的武丁 后面还有祖根 祖甲 明星 康兵 还有那个被打雷阵死的武一 还有文丁 帝宇 以及末代君主 就是我们知道的商周王 他叫帝兴 他们都居住在这一块 中间其实有个别的国军 跟这个地方有点区别 我们今天考证的结果是 不是273年 但是大约是250多年 经历了八代十二个王 最初的时候 那个农民和古董商 为了 尤其是古董商 为了自己赚取其中的利益 是隐瞒出的地点的 很多人跑去问 那么古董商就会说 是在河南的汤银 其实根本不是 然后大家跑到汤银去找 找不到 结果他们就冲淡这个经营 罗正玉知道之后 就派自己的弟弟 叫罗正常的 在1906年 专程混到古董商里面去 把这个地点给他落实了 后来1915年的时候 自己亲自实地考潮 写下了一个著名的文章 叫《五十日梦恒录》 此后他和王国伟 参与到加古文的研究中 中国加古文的研究 自此拉开序幕 在这个地点上 我们现在建设了 安阳英虚博物院 然后这里面呢 有一个文字博物馆 清朝灭亡之后 既起的北洋政府 司令也不够 国家不够统一 然后农民的盗挖的现象 也非常严重 最初也无所谓盗挖 反正就是他们也不知道 这是违法的行为 按照我们今天的规范来说 农民在自己的那个人 是违法的 但当时没有什么法规限制 农民还是很淳朴的 只要是连城好 他们就不挖 到1920年发生了旱灾 那么一开始大肆地挖掘 这种挖掘 没有科学的指导 乱挖仪器 乱卖仪器 很多都卖给外国人 比较大的一批是 1924年 发现了一坑有质的甲骨 卖给了加拿大人 明义士 明义士这个学者 后来长期任教育 中国的齐鲁大学 他对于中国文化有独特的爱好 这个人值得多说一下 他后来写回忆录的时候 形容自己 因为他其实不太有钱 他说干瘦了老头 其实那时候他也不太老 有一点点年龄 其实一匹瘦弱的白马 徘徊于环水河岸 和农民天天交接 然后在那里面买他们的甲骨 农民也习惯了他 农民和他交情很深 虽然他不太有钱 但是农民把那些 不那么值钱的 又有一定价值的 基本上有时候连买带送 都给他 他后来基本上放在 齐鲁大学 一直到后来他回加拿大 才减去了 非常少量的拿回加拿大 绝大部分还是放在中国 他内心里面 对中国的感情也是最深 所以在西方商人 掠夺中国的甲骨文里面 其中是不应该 包括明义士这个人的 明义士的甲骨 所成的甲骨 最近些年 基本上都慢慢的出版了 真正的比较 带有科学意义的发掘 也是我们中国 科学考古发掘的开始 就应许发掘 应许发掘的同时 也就开始发掘甲骨文字 这是到了1928年 北伐军开始驻扎到这里 那么为什么说北伐之后 中国的科学发掘开始呢 就是中国归于统一 统一了之后 很多到西方留学的学者 回来了 他们把一些科学的方法 带回来了 然后国民政府定督南京之后 迅速却成立了中央研究院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 到今天在台湾 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就是历史语院研究所 简称食语所 食语所这个东西的成立 在考古里面参与比较多 最初他们去发掘的时候 农民是把那个 当成自己的利益的 觉得是自己的专利 所以武装攻击挖掘队 后来没有办法 请当地的军队保护 当地的驻军 就是北伐军的正在那里面 而北伐的 那个时候北伐还没有完成 所以考军队的保护 才把这个保护 到后来经过宣传 农民也都懂了 然后开始转换自己的角色 配合发掘 所以小藤村的这个 考古发现的 开始也是标志着我国 近代考古的正式诞生 此之前中国并没有 完整意义上的考古学 有的只是金石学 那么1928年的这次试诀 发掘出了有字的甲骨 一共是854片 其中大部分是硅甲 后来由李济先生主持 第二次应许发掘 又挖掘出有字甲骨 740片 这一次是骨头较多 我们看到下面的这个图片 是1927年 李济先生和中医甲骨的学者 董作斌先生 坐在一辆车上叫做炸道车 至此之后一致到1936年 一共有多次的发掘 1936年发掘出 小城北地大教学出土了 117096片 这是非常大的一次收获 那么整个 就是民国时期 大约出土加工文是 24918片 一共是15次的发掘 此后因为日本的入侵 考课工作被迫中断 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当时地方政府 也想参与发掘 比如说 河南省博物馆馆长 何日章 自己也组织了一个发掘队 挖掘了两次 他们获得了甲骨 也是3000多倍 他们的运气比较好 在当时那个时间段 他们比中研院挖掘的要多一点 解红之后 除了临心出土的甲骨以外 中科院在安阳小屯村的工作站 在1973年 这次收获是最大的 一共出土了甲骨 一万多片 这就是我们著名的 小屯南地甲骨 我们看到下面这一片 就是小屯南地甲骨里面的 其中的一片 再以后 比较多一点的发现 就是1991年 也比较著名的 安阳花园庄冬地 H3甲骨坑 发掘出了甲骨1583片 这一次发掘 虽然只有1500多片 但是 有一部分是非常有价值的 其中有克制的 完整补甲 有300多版 就是长甲骨 往后期 有一些是以前所没有见到的 所以 幻影庄冬地甲骨 今天也是学者们 主要的研究 对象之一 除此之外 我们除了除了阴絮甲骨以外 其实也还有一些 周的甲骨 比如说在山西 北京 陕西 其中最重要的地点 是陕西的周园 我们称之为周园甲骨 总体来说 我们发现了300多片 这是 就是说 大约跟商朝的后期 相似的周朝的先比 以及刚刚进入周朝之后 短短的一些粮分里面 还有一点点甲骨在使用 所以这个 周的甲骨和商的甲骨 略有一点区别 就是 大多数的商的 阴商的甲骨是 刚进有力的 周的甲骨选得稍稍 笨拙那么一点点 就是这代表两个种族的 那个当时的文化 还是有点差距 另外 到2003年 山东在济南大新庄 也出来了一些甲骨 被称为大新庄甲骨 这是最近的一些发现 李季先生是参加甲骨文发掘的 最重要的学者之一 他后来也逼身 从事英虚考古和甲骨文的研究 自知不倦 直到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他在 胡适先生过世之后 有一个晚年 极好的表现了 他对甲骨文事业的这种情感 那个小诗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用这个中文的这个小诗 来表达自己的这种情感寄托 写的是 明天就死又何妨 努力做你的功 就像你永远不会死 一样 甲骨文的发现 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 考古发现之一 我们列举 就是那个世纪之交的 三大考古发现 正好在同一时间点 这个就是 东黄石窟 包括摩高窟 另外一个就是 周口电源的遗址 合称 三大考古发现 这个考古发现也极大了 改变了中国的 学术史的那个地位 这就是这个地位